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任的主持人是周保童教授 我现在是暂代台湾的学术优劲 所以他也认识认识认识 知课邦是一个国民负责的很重要的学术优劲 基本上我们想探望中大温暖 我们是随着认真、秀逆 同时有连向公众的学术广告 我们公联的主项是关于中国以至于 整个漢与世界一别的很重要的学术 我们特意有别却调的就是中大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有几个主题人物 包括他这一场的我们有找中大温教授 我们讨论过唐军的资讳学院的学院 特意智学方面的学院 我们也有来到每次 因为之前留学的教授 还有关于陆思光先生的学院 到今天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学生 书院渊润受伤的资讳先生 我们可以去探考他的学问 所以思考方的这个部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们今天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归宁资讳的主题人 也有一个想象的 就是郑德鲁教授 我先来介绍一下 以前在UVEO的博士 通常周西红10-15分钟 我从前大概3分钟 因为他还没有 郑德鲁教授 其实我们刚才在西国的前面 我们的一本面任地方 就是在香港教授大学 丹林文化的史 但我认为有点不同意义的 就是在国陆和大陆的中文是受认识的 而其中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他的老师是河友琼先生 而河友琼先生就是前目的一个很重要的学生 所以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但我相信在整个洪教授的五个学院会说得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真的用了一个前门弟子去说这些学生的学生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提到前目的学生 通常都会提到 我们中大学的学生会提到 新眼之间的关系 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其实前目先生的学生 我回忆一下我在泰国这年前 有一个很重要对香港学学重要的人 自私老师 他曾经过在大陆2014年 在港社会的习读书 他说其实1949年 来到香港的S学生 第一个月就是前目 我很惊讶的 因为小诗老师 我们大家有点验识 都知道他是 世界人家 并且是很忠诚于堂坤先生 但他的意思就是 其实我们一般说前堂前堂 但其实是前目先生 一发九五年出生 而堂坤先生 也有相差周四年 所以背面上其实有点不同 而这些为什么也有不同 就是小诗老师的意思就是 其实当堂坤先生 来到香港的时候 快到小六岁 学术上还未成名 他成为一线 但是当时成为一线的人 正正就是持目先生 如果看到今天的题目 有些什么想说就是 其实前目对新亚当影响很大 但是前目不仅是西亚的前目 还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国家的前目 还是文国的前目 所以在设计上 到底前目的学术 一方面 我想让他们成交和教授 会有一个新闻的教学 就是他们演讲这方面 西亚的成交和这些学术的方面 就是机械的反传狂 大家通常没有人的传狂 在运动反传狂的一面 所以现在 与这两者之间 我们真的已经很互乱 我相信 我们两者 只有一红教授 会比较相当于联合的 好了 我请打授的意料掌声 欢迎来到今天 请打授的意料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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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许会长 还有很多中大的律师 和文学 和校外的朋友 首先 很感谢大家 今天这么冷的天气 因为现在 和我做一个学术的表演 我自己非常之云陷 就是在最近很多机会 在中大 就与新压 和私情有关 有一个严慌 我今天这个演讲 其实是 华博士 跟我商业出来的 亦都是 为何 其实我最近 非常之 我的计划 非常之忙 但虽然很忙 但我必须要做一个演员的原因 就是 我心里面一直都希望 将这些演员 都将它做一个结束 或者做一个更加的心 心化 这是一个 因为这一个演讲 其实对我来说 有两年性 理论性方面 就是情感上的演员 和我上次说 新压的演员 是这样做的一样 有一个情感上的演员 因为 钱先生 是我的老师 的老师 所以 在情感上 我必须要做这个演员 我觉得自己有一个责任 将那些问题 将其高层出来 亦都是希望 能够得到很痛的专业 或者其身份 和背景 大家一起做一个相抗 第二点 亦都是挑战 为什么挑战 因为 我 已经和钱先生 已经是 离开了一个 即是两个人 那个时代上 亦都是有一个 相当长的距离 因为 前生 大家都知道 1892年 出生 所以 我们的时代 已经离开了 我们可以怎么回头 看回 就是 我时常说的 暂在巨龙的颠簸上 再去看回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么多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么多 我们 不是说 只是去appreciate 不是去肯定 或者去发药 即是 我们所说的对象 他的思想很简单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有一种不同的角度 但是他反思很多的问题 所以今天这个演讲 其实是 我要 从一些不同的角度 我亦都可以看回 钱先生的他的学术 所以 有一些部分 我要怎样 讲 我会讲到 我不会觉得 好像给别人的感觉 我觉得我要反出师门 即是 我觉得我跟钱先生 或者是 钱先生有些东西 说得偏狗 但是我亦都可以给到一些不同的角度 给大家看这个问题 那这个是我一直在 觉得是有偏见性 那我也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 再来讲回这个课题 那我很多谢今天的主办单 大家可以放心 我上去先打了第四周 所以 无论我也打了这么多感觉 所以 理论上我应该是 最多公全的 那我今天讲的题目 就是全空与法全空 全空与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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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走到两个路出来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会有偏向某个博物 所以我当时的过程说 传统和反传统其实并不是 包括当时的时代所谓的预古和信念 或者是梁荫当所说的 以复古为解放 所谓的复古而解放 这两方面都不是对话 其实传统和反传统是一种九泉的关系 包括伏古为解放亦是一种九泉的关系 包括以复古和信古亦是一种九泉的关系 所谓九泉的关系是一种并存的 这个东西是一种并存 在一个时代里面是一个人的学术里面 其实这两本本数都是有的 我觉得我会总是可以自负在这方面 我觉得我今天讲的大部分就是首先 我会介绍前餐的生活过程的结束 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很仔细地讲 这个部分呢 当然我参考了前餐的书 其实我是很熟悉的 我应该是讲起由十岁开始 我应该是最给美国受罪的TikTok他们的博士大哥 博士大哥和中海内蒋治德塞 这个TikTok室都是这样的书 博士大哥是我最努力的一本书 从九亿前学到我能够的这本书 这本书是几乎我一本书 因为不同的内容 我读得太多次了 所以里面有很多东西 甚至举止的幻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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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是全文化 但我做一些所谓的highlight 就是一些重要的东西 第二点呢 我说这个书的书 亦都是因为时间关系 他的后半部分 我会觉得比较少一点 我会集中讲前半部分 因为前半部分的书是在书彭人动的时候 所以我将重解都放在书彭人 第二个讲到《传统学术领维重构》 先从出资讨论 这一点我必须表达出来 从这个角度看来才可以看到很多传统的反传统 以及为什么前生写的第一步最重要的著作是先从出资讨论 当然很多人说是刘向恩父子研究 但其实刘向恩父子研究之前 刘向恩父子研究之前已经在抗辞 他的先从出资讨论 接下来讲到《传统学术》 然后我再以两本书来作为一个尖短 最终两本书来讲讲刘向恩父子的观点 反映出学术上的一些抉择 最后就是一个结果 首先我会讨论前生 整个过程的线索 前生呢 我想大家可以参考他的古书是《私有集击》 《私有集击》 《私有集击》 但是当然有个人是这样的 也有些人在选择成不死 他以后一生难之后的老长的云朗 他最年轻的时候呢 我说到黄斗等学术古文法家 和金文正公家 这个是曹生自己说的 就是他自己是年轻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十多岁的时候学书 他最喜欢读书 所以这个顾问也是我来讲的 陈生他的学书背景 其实和这个同城派和洋怡派 尤其是所谓的洋洲学派 这班所谓的不够文学的语家 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他自己说的就是黄叔 古文法家和他小时候 这个曾文正公家 其实有一些部分是我们很会注意到的 就是比如说在青代的 原作学会的这些学者里面 像是原来 原非全 原来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识古天文集》 其实你可以在《识古天文集》里面 找到朱司马迹他和钱穆先生的关系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钱珠》会论他说的 因为《钱珠》会论他说的 《钱珠》是一个有几个《墨典》的《识古天文集》 很特别说的 一个就是他很重视《识古天文集》 所以《钱珠》有几个《识古天文集》 它有几个《识古天文集》 是非常详细的 那他为何要寻《识古天文集》 这一识古天文集 另外一个是第二个 第二个是《识古天文集》 《识古天文集》的《识古天文集》 有很多《识古天文集》 这也是过去没什么人找的 我的措施是第一个提出 清末文初是一种古文化 尤其是古斯练文化 其实跟整个清代的朱智学的经验是关系 大家说清代的学术是经学 第一个想法是经学 第二个想法是史学 虽然诚实说清代的史学很衰美 大家都在做一些笔记 做一些考证 其实清代的史学很衰美 我当然没有说这些 但是古斯人处理清代的先从朱智而救是很重要的 我当然没有说这些 所以我认为他受到这个苗非主义的计划 就是大家认识这个文化 其实苗乃是很尊重重点的 第二点就是他很尊重古代历史的地方 这两点其实前生是非常相见的 那这个文化就是私欣老师的普通 同时我自己从今自有潜在城台的渡人 这就会被大家参考 然后这个是史赤不超 跟著一个文化 就是自己的照片 这个是史赤不超 这个是俊生的词标过去 这一个词标过去就是 郝隆斌 史赤不超 对这个品牌过去 前生是高中村,他很深入,他对这个知识很熟 他在后头写各式大方案 在1996年,他开始读这个论文 他开始写了个论文和孟子表 然后我们读博子很枯竭,现在我会再来看看 读博子的书是22字 22字的书可能现在都能处理 是很总典的,将22种字书整个课 其实总典在中学书局是缩破的书 但是这些书真的不合,为什么这些书都不合一切 所以如果硬力不是很好,就很高低 然后到了1922年,他就读四支杂志 《生学艺经考》和《前復兵》不好 《前大因》 《生学艺经考》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一幅书 就是他后来写《劳向君扶子年度》就是反国方有为的《生学艺经考》 《劳向君扶子年度》又后来令到顾结刚才也很欣赏 所以也看到他在北戴这边已经被担心了 很高兴 到1953到1954年,他拿了《船山诺书》 《船山诺书》,其实我也很惊赏 因为《前生》的朋友那一年就是《学书》 不是选择成的,他是由于《洛东尾》 他每本书都是由于《洛东尾》 这个书法我自己也有 所以我刚才读书 比如说五年轻时,我读了《龙孟宣》的《读书》 《读书》是非常艺术,非常繁琐 所以当年我是一个书架,我是一人 我自己的表演 其实是很艺术的,是很艺术的 因为你要去整理,就很艺术 所以《草山诺书》也很艺术 但《寻书》是非常艺术的书 但当时我相信他很自小 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现在看《草山读书》 他们讲《寻书》的部分 他自己讲的,他受《寻书》的影响 是确实的 还有《草山读书》的《寻书》 很多意义在《学书大哥》里面是有的 你如果读过《寻书》 《寻书》又同时读《学书大哥》 那你自然就可以看《寻书》 在《寻书》里面是一些观念 他也是吸收了《寻书》的观念 接着就是《寻书》的秩序 除了《寻书》的《寻书》 之外 1923年就是《寻书》的《寻书》 《寻书》的《寻书》的《寻书》 《寻书》的《寻书》 所以很多人说 《寻书》的《寻书》的《寻书》 《寻书》的《寻书》 如果真的要说股市店的《寻书》 所以这一段话也不同 还有这一段话还发生的时候 就是《寻书》 《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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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骂《寻书》 《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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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要《寻书》 《寻书》 使《寻书》 所以当年所谓的《寻书》 所以大家如果 即TIK的手机都可以公平 都可以论留他的养 就在1923年 所以英年 是一个很重要的 由我們论澳师 那么回到9955年 他就编食《寻书》 所以他就不按照 而且他写了《博学概论》 《博学概论》 我看大家也有一个 《博学概论》 前面有一个作品就是 《习基伯》写的嘴 不过后来 《博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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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算前家 是有空中 同中之与 但这很难说 我不会特别相信 《博学概论》 《博学概论》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熟悉 中国的《博学社会》 所谓的父子关系 你就知道 其实整天都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吗? 我看来说 黄念孙写的东西 很多人是黄忍之写的 很多人是我的儿子写的 黄忍之写的 很多人是他爸爸 告诉他听的意见 而不是他爸爸的意见 根本分不开 有些人亦思亦有的 也都是 很多人 比如说 你们如果和《卢真彤》 传达《卢雪堂》 《卢真彤》的书 《卢真彤》一方 是研究较好 研究较好 研究较好 《卢真彤》 《卢真彤》很多东西 是黄伯为方写的 那他们怎么分呢? 他们的师徒关系 也是有些师徒的朋友 有时候他们大家认识 他们写一笔 然后写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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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难跟 所以我总是觉得 现在后头的人 有些人听得过 一定要分这个《卢是负责》 这篇是谁写的 因为分不懂 你不可能分法 所以我们对于旧社会 也知道他们的公司 所以《卢真彤》这篇罪 其实我们反映了前三军自学的一种雅量 就是它要包装不同的意义 这种是非常之异的 和传统那种话 是很异的 大家知道 传统那种话 写罪 那种罪应该是用一些回应 或者是特别去拍摄书的价值 这种话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但是持基各的兄罪 或者我们以前中书的这种罪 持基各的兄罪 其实它的意义是一个批平的各方面 批平的一种 批平的一个批平的 清学的开始 没有讲到一些 清学的结束 没有讲到沉迷 你沒有說這兩個人 等於你對於清代學祭的宗詞也不說出來 但是錢穆先生是沒有打了你 他就把這個放在你 他這樣說會印出來給你 所以你也看到這個罪是和我的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錢穆的一個打了 所以羅貴倫是錢 北平上海街都聽到這個宗詞 所以接著他就第一次見到儀式 他就說他覺得很尷尬 當時他是一個很舒適的 第一個問題他問他有兩個關於宗詞的宗詞 他的前生會是很適合的 他就說和儀式都辦不到 一刻都辦不到 他說你突然見面 問你用文書 他就答不到 所以後來儀式就約了 他就說 什麼時候我們再見面 我們再聽 這個就是和儀式雙式的配件 具體驗後 大家知道他在郵深入的一句 他在深入的三個三個身內 一致有一個紅色的影像 在他的一背子 其實都有一個紅色的影像 我覺得在200多年 我有一次和儀式雙式雙式雙式的一致 在关西南开会 如今从国经开会 他一世人有不识的认识 他有不识的认识 他有不识的认识 所以他一直都识识的认识 接着后来说 在冠军大学时 接触死了朗康一父子年父 和周苏第二校 今天我希望和大家分享的一点点 就是我说的认识 传统化传统的介绍 都不是一分钟 其实是一种整形体内 都是糾纏在一起 这个是前三位自己说的 判断的时候 冤军吹风被枝跑上 这个是否会认识 这个是否会认识 冤而过激 卖入虎子年之弱 而考训虎子年之弱 为何会认识过激 大家会认识 他认识 以这一个分别 仅在分数上 愚为大乘之说 顾烈光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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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就是很辛苦 也认识认识 就是很辛苦 认识 很辛苦 如庆斯先生 如庆斯先生 我们和他听识 你和他听识 我觉得他没有均衡 但是他在北乎西 所以余生的石膀 大北似大军 我教授和余生都是第一届 同班和我 他们很熟悉 我讲一个小的教授 很多人都知道 余恩施先生去世后 联京市公司去整理余生的同学书信 他们发现余生同学书信同学书信最多的是余生书信 他们的师兄也可以跟赎得懂 當我是学生 statewide,子女人和余生在北部罗 Mucho-Krim 见到最后每天时会 学生和山 zen 分便صل上,ラリ建合力做过 第二天其身吃住 下午都会痠作 他们吃不早餐,他们吃不早餐,晚上再来,又捉棋,又捉棋,又捉一把,他们不捉,所以他们是认识不辞职 所以我现在认识,每个人有个多性,何有新务车,你搬回来,和警察搬回来 他和我们听起的论课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何有新务车不得很温和,他不做批评 他在这些纹章里,好像不是说过很久,他不批评他的论课 所以他的学者有个性,所以这里,顾丽纲不是不天前,我看过顾丽纲的论课 不许课,这个人就不都不论 那他的话,潜生认课就是说,喻点,愚公,愚赦,愚赦,愚赦之中的这个是当存 所以潜生认课是非常生的,就是很多他物品 于本身全工非常不重 现在一定要说 我以厚滚不如表明 于众佳雨 fourth year 我才生意大 这个前仙位以厚滚未做过 相它因为最古丐 因为新仰是古isi音 大个必须法oud 所以有点尊重,他就对于古字化 但是实际上,我想点出一点就是 我引这个孙子的非十二字篇 他所说的,孙子书,义义的孙子书 这个很重要,很多人看到这个言语都可以 所以这个我是管的读华 但是孙子书不是很多人来读 因为孙子书很难读 孙子书,他难读在于他的语武当代是错词 我们现在不明白 这个是,你不能读孙子义义的 你要看护到他的语武当代是错词 因为我们人类的问题是要处理民间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群乎的 所以我最近,上次我还说的 听说来文翻译,孙子书英文 非常努力 我说有很多外文,你不像法 因为我们已经读不懂 我们怎么回到英文呢 所以我们就近乎这些发言的人 都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很难去复触他的意思 所以孙子,他说 信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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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要重新建立对于股市的一种信用 他认为股市里面就有那些参照那些不好的东西 所以他要重新再考证 然后去提现我靠的活动 这个其实我以前来说 从清代渔学的精神一致 因为清代渔学精神大家都要清代初年 不够渔学的人都希望他做一种静化的浪漫 这个Curification 其实是一轮代的周蒂律教授 他1994年本的书是说的 The Rise of Inclusion and Ritualism 周蒂律教授在这个1994年本的书里面 他说清代初月的渔学的时候 他就有提到所谓的Curification 进入这个宫书 这个宫书是最多的 因为清代初年的国际 很多人家的国际 他已经变成了这个图 所以你看看 孟提令 写派的陀维仪 比如说这个吴慧写的图片 这个吴忠熙写的《学章数论论》等等 这些书都是说什么呢 宋代的极童之后 其实是《学章论论论》 这个第一本应该就是这个 王忠熙的哥哥 叫做王忠彦写了一本书 叫做《同学辩论》 这本书就是首先说 宋代包括周蒂律和 《学章论论论论》的 《学章论论论论论》 他们的学章是在动靠 所以他们将它进入一种运动 将它进入成法 就是将非愚学的部份 将它抽离 从愚学的局面 将它抽走 他们的工作是这个 催促其实它更重要 所以它用考证学的方法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追熟的方法 不过 考证学是一把双面的 就是两面都来的刀 你以为可以建立到股市 后来也用同样的一把刀 可以解构股市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后来股市变化的 因为学者为何都会追熟 追熟的方法 就是因为拿了追熟的方法 追熟就是想建立股市 他们拿来将股市解构 将它解构 所以很多 所以我现在的时常说 包括《群众论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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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影响到一些小解构 一而为以复古为大方 究竟是复古还是解构 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的好问题 这个所谓的古画 或者是艺术 或者是传统 传统 那我要稍稍把那个时夜拉起来 不好意思 大家要跟着我的时夜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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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会不会听有什么乐 因为民文幸乐论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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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ія 语为医学疗论オ tension orственный Blue 因为嗨音乐阶段调动 評寺论是你的 Сам性 wild 因此你由于 meal history 和温暖现时自由 令学文学 Davis simplified他低速 行了普机来说 当天逢学的有观众 ну 簡直对方 而朋友经过的 plays 他只是一样吃饭,华以为生,到最后就要不断 所以后来的愚者就希望将经济指责的知识重新再放入愚朗 鼓励愚者,你各种知识都会说,这是称赖的课 但这四步的学法本身是一种内藏的关系 我认为如果你不是有国家的训练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比较经验的,是指引的,是指引的 我说这个习,我不说了,这个习是宗教的门习 因为所谓的总习,第一步远习就是这个超元柱 中国的第一步变习,变习就是个人的门习,就是所持 这是我们四步学的技术知识 所以习课是包含到,所以习课我不能说了 我说我们是说经史子 但是我听到,我们是说,史学和知课其实都是连出于习 这个就是传统学者的,我们的方言,我们的先生和联合 所以习课都是这么说的,其实是被经所约束 这个是无论理法的,这论理法是这样的 经史子习用于中国的一种传统就是尊经属语的思想 所以以经为尊,以及推崇余家带其他的诸字白课 有这种经历,所以因为要尊经的思想 所以四步学物一摆入,你一讲完后的时候 史学和紫学都很容易重担在经学的身体 所以有个话题,在昭雷讲完以复为解放 解放即必借逃于习,这个是主义 所以很多人讲完,为什么一定要解放要復古呢 你不復古,你没有办法说服 传统的诸书是解放 即是说,你要解放之前,你首先要注入兵之 你不要背叛你自己的传统的法式 然后你才可以去解放 即是说,有前掀地解放 用我的平革人的说话,原来不是超的意思 只是说,以复古的解放就是 这种解放是必须要有前提的,有限制的 这种解放不可以是一种万能力的地去解放 原来是超的意思,它的前台词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说史学是否运达 大家知道史学,我们先讲史学,我们先讲史学的体验 史学的体验是天宁史,春秋的体验 春秋就是体验,春秋就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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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一本史书是天宁史记 史记是什么是体验,记着体验 但是史记的记着体,史记的精神是跟着春秋 所以大家不可以读回这个太史公子序 最后他说,《遇问等生涯》里面过去 《一大阶龙》,《一大阶龙》 在发挥着《总中书》的《总中书》 《总中书》的《一大阶龙》就是说春秋的精神 所以《一大阶龙》《二大阶龙》《五百四十年》之中 《总中书》这个孔初后,《去大夫》《遇问等生涯》 这是太史公子的特别去《岛庄》里面的《四十年》 所以太史公子写这一本书是想追悠他自己 登上春秋的《一大阶龙》 所以这种就是,所以《四十年》的人 他以一种经验的观点 觉得这个史学是一种经验的遗憾 这个本身是不错的 然后后来原书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张学成指出来 其实除了这个记者的记者 还有一种记者是很重要的 张学成的推述就是记事本体 记事本体 所以大家今天读回张学成的文史丰义律 他说过《荆佳史》其中第二篇 第一篇就是《上书》 第二篇就是《上书》 《上书》的《上书》 《上书》的《上书》 他推从《上书》 在历史的体裁上 就认为他记事本体 是非常恐怖的理材 他说张学成的说法是一样 《优似名篇》 即是这个 因为他前面说记珠和曾树 记珠有成法和曾树有兵 三代之下为止 就是记珠有成法和曾树有兵 三代之下为止 就是因为记珠有成法和曾树有兵 他说《上书》的精神是因为记珠有成法 所以他不需要有一个顾虑的格式 每一篇我可以叫做愚蜂 我也可以叫胡蜜 我也可以叫做愚蜜 我也可以叫做愚蜜 《上书》的篇章 所以《上书》的篇章 就是因应我一词的特质 我去给一个title 我去entitle 做一个特别的title那一篇的处置 所以张学非常欣赏 他说这种是一种 演练出来的就是文明的语识 所以《上书》是一种功名的诗书 所以对속朗隆街世界跟它们给我讲 《下书》还是《e诗计》之后 《升书》是同意《在书》之后 《之刃》之后就是《看书》 《看书》三種创书和《赛记》是不同 《书》的是短代第一遍 虽然他是圈体定法 但是《看书》是短代第一遍 《中文以后天代》 《与书》利用《着志記》就可以唯有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后来的名词仍是仍是孙家 春秋就是仍是是非 仍是孙家 所以大家要知道春秋和史记 其实是在本质上是什么 本质上是什么 司马迁在太子公子序里面说他要说春秋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读得了史记 史记的重点不是像春秋那样去团时期 不是的 大家知不知道对春秋 春秋就是春秋在河村河村很简单 春秋是要有三寸的解释 就是宫阳转谷和左寸 金文家仍不见同中 左寸是解释春秋 所以金文和经文的期待 不见同中的书叫左寸 他叫他左寻春秋 即是河村和女寻春秋 那些书是什么 他不是可能解释春秋 但是说春秋 要跟着金河家的公养学和谷养学 才叫春秋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历史和史同经本身的本质上 其实是不同的 但是你可以分分史记 史记还是军是非的 史记本身是要讲这个 它是讲这个历史的教训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 本身我讲得太仔细 所以跟着就是 司马刚就写资源宫教 就是采用这个 三国寺一元来由正好 所以现在朱熙他要住在河村 他就是觉得 司马刚写资源宫教 你并没有去搞清后的政策 政策应该是属 应该是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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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应该是属的 应该是属的 所以朱熙他要用金河那种 所谓是非非的观点 来去看回这些资源宫教 所以他寫着朱资源宫教 在这种意图里 那么金子的关系 这个是王宫教 然后发展为法家宫 这个就是传统的 康熙的文字 接着王宫的特律 就是这样说 然后现在就是 在朱子里面 首先当然是文字 但是大家要知道 十三经是有修 文字和文字 万字有经是宋代的时候 所以表示朱子学 本身都是由经学出来 在古代的全国读书的观点 就是这样 所以我只说 尊经崇宁 是中国主流的思想 这种主流的思想 其实 回到今天 我来的 前婚四先生 他本身就是尊经崇宁 崇宁的一句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的达详 所以说在历代之后 孙子书 后来是不修了 大家可能不研究孙子的人都知道 你研究他 你以为 孟子 孙子 两个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平等 一点都不 一点都不完蛋 你数了 历史上 你数了 数不完这么多人的研究法 但是研究孙子 是不少的 我们现在看到孙子 就是靠着什么 现在是阳亮的一串 庞叶亮的一串 和后来王先兵的夹底 很多时候都不处 然后就是 论曼的宗有两件事 从此过后来入到兵部 所以后来 麦家明家法基 人家 后世故 其实是衰 所以诸子行在中国思想史上 是很衰 非常衰 就是比起于家 儒家之外只有道家属成 大家不知道为什么道家属成 因为 道家是依附到道教 道教是以后的经典来的 所以对于隆庄 隆庄在三国城下 就是三语 三语就是隆庄 三语就是隆庄 三语就是道教的 道教的经典 在这个论远家的经典 道教经典就是周易 古子隆庄子 三语 所以当中就是唯一的 涅庄就是自有的原道 都是他们的经典 经典 清国有个文科学习的语言 就是经典是清国性 史学很简单 其实清国人的史学并不虚 为什么呢 因为经典文献论 这都是史学 你如果不将文科学习的语言 你没有解释 因为史学本身是讲道教的 所以它里面是远于经典 因为当代史 子母很多是反语的 大家要去全面 无论是默家 默家是非语评 这个是日本语言 法家是很贵的 所以它都会产典 所谓的生家奔俊之后 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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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拉曲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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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都是对于现在来说 而可以严谋归 所以史学一租見街市 古史广城аль肯寺 就是孔子真 清中贫书 salty summarize 到晚清自己的园约 他驯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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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озд 教授了郭先生的《张泰盐》 《张泰盐》在《孤兵经世》时写的书是很重要的 《高难失责》 这书是一个口证的书 所以不知读《张泰盐》的书是公司著的书 但是这书是非常重要的 你读了之后才知道《张泰盐》对《先诚书志》的研究是深入的 《张泰盐》在《清宗书竟然吹缩》 我当然会和日本学界认识 《书志》轻盛反传统的思潮会一面而为同时 所以我说 反传统思想 如果你不注意清代书志学是如何轻盛 你解释不到为什么 文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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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清宗书竟然吹缩》被人能够那么透彻 为什么呢 大家都可以看《古史遍失策》 我跟他所谓说 其中的《四五六三策》都是古人《先诚书竟然吹缩》 占了《全书一句》 你说《紫书》是否很重要 所以《前诚书》最早写《先诚书竟然吹缩》 其实就是对于《祖书》 其实《前诚书》他也写了一个原文 他也写了一个反异谷 所以这个就是他同时有这样做的结果 同时指明他的传统反传统的异谷 这就是《前诚书竟然吹缩》 在《前诚书竟然吹缩》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清诚书竟然吹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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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智雄也是非常兴致 只不過過去沒有什麼人居住 這個過去我寫和張倫說過 所以我就徐徐 這裏說的 我說四篇傳書 紫寶到哈利亞這裏 我所謂所謂所謂的文化 就是講溫潛的時候 珠智雄其實是很少 潛以前也很少 但都到潛溶之後 都稱為非潛之寶 我現在計劃 反正我記憶文字 我用了一本這本書 我們看廉民風的周重關 知見書目的 這叫知見 即是我們那個編寫的 他看不到這本書 他看不到這本書 但是他知道有這麼多的書 所以知見書目的留下 當時有很多書 這本書來不修律的心狼主義有幾百項 我自己做的目的考驗 我自己所創作的那一本書 都已經接近三百項 這個由潛溶開始動用稱呼 的朱智雄的書 所以這個數量是非常之驚人的 這樣稱之為朱智雄的輕體 其實有幾個背景 大家也給了三個範圍 第一個考證就是 所以研究朱智雄的項目 最初朱智雄的項目 其實是從經學變化 因為經學考證 所以經書是不夠的 如果研究的那個database 我們研究的database 稱呼研究 考證下去 如果將那個database 限制是一個經書的研究 所以他們當然有歷史書 也有關 然後朱智書也有關 所以他們做考證的時候 就覺得很方便 因為朱智書的做法很多 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需要解釋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朱智書 其實你們是 日本人是動黨的 動黨的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我曾經教授過這個文字 我曾經考證過 孟宏的蜜子 也有反過程 和那部狀管之間的關係 就是那些磁具 等等 所以我們知道裡面的一些 蜜子是很難度的 因為那些坐鑑太多了 什麼是坐鑑 在古代的竹鑑 或是偏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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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偏生鑑 那些鑑散在地下 你從真鑑執子 你都很執促 就像你今天管聽說的 你要重新做的事情 所以錯鑑的問題也很不同 那些字體的問題也很多 所以這個是非常適合的 所以在做文件教授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就需要去處理它的原理問題 所以不懂他搞錯了 不懂他以為只是教訓深呼 不懂他以為是教訓深呼 你以為是教訓深呼 請問你沒有意義的理解 你怎麼可以教訓 我告訴你 這句是怎麼寫的 那句是怎麼寫的 基本是對的 你要有意義的 你要理解那個意義 你才可以做深呼 你才可以做教訓 所以有些人覺得 我之前說過 他們根本自己沒有做過研究的事情 他們以為可以做深呼 他必須有一種意義的理解 他才可以做深呼 所以我就說 在教訓的過程當中 那個意義自然 他竟敢讀這本書 所以這個過程是一個同時發生的過程 它原來是一個深呼的過程 那第三個就是諸子一 這個就是清代從乾家開始 大家如果 如果自己也是 如果是清代而言 如果是清代而言 清代而言 清代而言 其實很多思想家已經非常窮 但因為整個國家的氣氛是很低的 所以他們為何聯合諸子學 一方面都是 除了同時擴大那個BetaBase之外 其實他們是想看一些不同的 和瑜伽不同的思想家 他們也要看這些世界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有請導致我們的兄弟 朱一新已經說了很多儀式的套路 朱一新是朱鼎虎文 這個晚清的老前後的一個學者 和康尤雲的同事 他有福掌餘 第四書掌餘的康尤雲 康尤雲是其中一個出來的字 叫做掌餘 這本書 其實他所說的這本書 就是這樣幫助大王的書 這段書 汪洋志士取諸莊 兼愛無感取諸莫 這本書 其實他就是用莊子 拿莊子 來重新再說一次 說你的大王思想 前三個學員 前三個學員在這裏 所以掌送師上去 在中國裏裝紙 遺言方堂 兼愛 就是禮運 前三個學員也是受到朱一新的影響 也是這樣解釋 譚士豪 亦都是推銷 是樂子 樂子是新疏 所以譚士豪的人 都會說 古龍 其實四條不太可貝 應該只留在譚 譚 譚士 也不要 當然是一種極端的市場 圓月 等等 這些都是珠子的思想 這個我不是仔細講 剛才說的 《高難執責紀錄》 1996年 在張太盈 他讀這個復翻譯編輪 之前 他已經寫上了譚言 他說他討論 管之懷涵等等 救用西書 何付諸字 所以大家注意到 當時那些讀書 是那些什麼書 他就是我西方的 他所謂的西書 就是東周的書 和中國傳統的諸字 在這裡比較 為什麼有諸字 因為諸字不加難 儒家他們太熟了 很難 他們不需要他 對人 他們和儒家不同 所以諸字學的輕起 其實就是因為思想 太過頻繁 頻繁到那些人已經太過 已經忍受不住 每天都在這裡生活 生活在全家 在全世界 所以他們是一些 和全家不同的 所以思想界的轉型 其實和整個背景 和諸字學 諸字書的本質都是有關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 多分年進 他說 我伯估諸字 如果有諸字 諸字還未嫌 一旦相而及 如果有一個最初的書 只不過是他人會說的 那就是信你了 但是呢 周世衰美 不忘經他講 尋求正常 你怕不前世 不如信 我非所說 為不可 大家要知道 張戴賢復孫子 是非常之好 得非常之好 我最近 昨天寫了一篇文章 寫了一個 單真 無力殺人 我引了張戴賢復孫子 他講這個寡慾 在詩政上 寡慾 有什麼反抗 所以張戴賢復孫子 是非常非常之好 是一個很好的讀書 好了 這個我不講 接著就是 陳禮 黃仙謙 鄭文相 很多 大家都是 圓服 包括圓服 我回到歐洲的書 他寫了一篇文章 《後觀言士》 是甚麼文章 和《後觀言士》 是甚麼文章 這個文章 大家如果可以讀 其實我們現在 很粗錢 他就是當時 Villard的名學 和史丹莎的社會學 他所謂的名學 我看神學 亦然 風學議員 歐洲社會學的觀言 文去解釋这个狐子庄子庄 好了 大家看看 钱穆先生就是在这个背景里 形成他那种非常有天赠性的思想 所以钱穆先生也是受文于诸子学的精神 他在这个潮流里面 每个人都是在一个潮流里面 在一个潮流里面 每个人没有人可以跳出来 只不过是你能不能够跳出来 是靠你有那种知觉的一种能量 所以钱穆先生的话 他读默字 开短即学的庄 因为默字书实在是错的 默字书到今天 为什么我们还可以读默字书 是我们要多借几个人 一个是德远 德远就是同章和同前面的人 一个人帮他做官 他读默字书是我们做的 他做过这个诚诚 总读默字书 他做过这个诚诚 他做过这个诚诚 总读默字书 默字书 默字书 默字书是非常好的一部书 如果没有了默字书 这部书 其实默字书是同等的 根本不明白他的书 所以他就说 默字书说 他称于多借经学人 不识诚词始步 就是止步 所以这个就是前三个诚 他的思想有很回复的部分 其实就是德远于先诚诸子 在默字书 所以他就自己读默字书 默字书 后来他读了张大仪论 有红色的书 然后才知道 当时默字书是这个点看 包括我们刚才读默字书 前面提到这个明方的问题 我们现在当代的这些字幕教练 都是说这个明方的问题 好了 跟着说五个语言 如果我们讲这个 趋述教训 这个时间关系 我最快一点 二股思想 很多人都说 这个之前已经有很多字幕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的 原故思想是从本人先开始的 中国是抄袭了 或者继承了日本人 有两个派人 一派人就暂识 一派人就反动 我不是暂识 我认为 中国的原故思想 其实是受到国家原故思想的影响 为什么呢 大家都在推崇训 不过日本的学者 比中国的反动 所以日本学者已经在讨论 吹训 虽然说得很久 大家看看这个例子 那家里次有 这个就是那家里次有 在1905年 在十一大字法 表了九十六解体 然后收野直级 就是首可 吹东的文书 第一部在中国 反行的就是收野直级 他反行的 然后东班教授就是白云夫吉 他曾经在五州国 那个东班地区的调公司 他说他表怨孙如 沐沙和尚书高胆批 他说的是 他推翻尚书里面的 真正的言孙如的传说 就是我们现在的言典 信典 那些 然后他的学生 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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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坚持 津田左悦吉 就是发表了 曾老师的研究 古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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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陈坚王制度 他奉取 这些大传 是怎样 为了他 建设 日本的建议 那么 东大这些人 这些时间 包括 津津吉 中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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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就是要挑战天王的帝国 因为那时候是梦子的时代 所以他们当时吸引了西方之上 他们要挑战梦本的本身的这个历史的传统 这是梦本的研究 这个是梦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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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廖批判上书 介入梦信基 《梦本科学》 《梦本科学》 上书的梦本科学 批判上书 那种梦本科学 讨论中国的十二支 五星更是梦本科学 这就是梦本科学 这个是梦本科学 提及梦本科学 提及梦本科学 增加了一本书 就是所成继 增加了 这是中国古代义法 如果你看到中国古代义法 他就讨论了梦本科学 是连述了法学 附近无辞的官员文化 因为梦本科学 我自己也读过 我知道梦本科学 和梦本科学 是一致的 后来 《梦本科学》 《梦本科学》 曾经一个 大家知道 是东南教授 东南教授 是非常熟悉的地方 从中国移基于古代义的地势 是准备的地方 他的文章 出版中激净 现在 provaienん科学 映拥 Impact 他表現地 moving 首先是玉世俞学学 他们师徒两人手搭掌踏去 大家知道是哪个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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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这一段章是哪个章是哪个章 那些史与所等等 你看看,反复都提到的 明可二个科科学生年科学 然后接着1923年春 玉世俞才写《吹述的明明》 发表了《科学的违示家吹述》 上去那分月初 要發表這個考上的解釋已經不實 所以你沒辦法去解釋 中國和日本那些人 古詩朝是完全沒有關係 你沒辦法去解釋 只不過是大花有白家的背後的論述 背後的論述 所以在這個古詩朝裏面 這個大家介紹了 古詩年典 他肯定不鼓勵古詩年典 其中表示他推翻古詩的道具 受了古詩改靜的口律 所以大家可能主要專注了看新行的經驗 或是古詩改靜的 帶絲一生 完全用古詩改靜的口律 我跟大家介紹古詩年典第四 不同的共測 這裏面內容是先從諸子 我們浪費時間去講 要講前先生的思想 前先生對於古詩最先始於古詩來住中國 前先生大學沒有在日本的 也不知道到這個 到這個史歷史的那個線索去處理 可能他不知道 然後到1923年14年的時候 他就開始在股詩變成的地方 所以在眾多詩詩詩前 前先生的古詩穿得更豐盛 這個是很熱鬱的 我時常都說 前先生這本書尾的地方 都不會寫到 比如他講老子的原來古詩 都正不一樣 現在各界所間出來的 隔壇原本的老子出來 你知道已經是治國中緣了 不可能是治國派才出現的 所以他有一些判斷的方法 我們經常回來的 譯傳他說 所謂五十幾項的可以不大多的那些 他就把這個形詞進去無論 那個版本就寫成這個形 所以他說 公子是有個貴的逆 其實這個當然是錯的 我們現在重新的解釋 所以先從諸子系語裡面是錯的 但是我們不可以完全考慮 為什麼呢? 因為前先生他寫先從諸子系語 這本書是非常有價值的 它的價值是哪裏呢? 就是他用一個整體性的觀點 去看這個先從諸子系語 我待會跟著我講 先從諸子系語 先從諸子系語 一個就是各者家民 第二個就是長期注射 略肥寬 即是你不知道那些理由講的 那先從諸子系語 前先生真的是一個人是暴罪 他的道法就是一個人 他所有的罪 雷細的人 當然他有很多考證 我認為不是那麼衰 即是不是那麼確實 但是他起碼有很多資料 這是我們方便的學會 真的可以贊助他 第三個是 這句實質不得受人生 當然這本書 我首先要講過 這個是前生自己說的 我收得住 他原本書的負面在哪裏 他說中國的編子 中間有一道人是缺左 他在哪裏呢? 因為左轉是忠於 當然這個是始於六位公園年 忠於六位公的二十七年 西元前四十七年 知治空間是始於周威烈和的 五十三年的西元四十三年 為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學會對於 戰國開始的爭議 就是戰國究竟是在哪一年開始 有一種說法就是 知治空間的空間 用三間分墜 那一年定為所謂戰國的構築 所以就定在西元四十七年 當中決定了六十四年 所以前三他認為 這是在中國的思想的一個環境 所以他說 我寫《先祥之正》 如果我把歷史背景全排出來 我是補了中國的思念 這是前三非常自民的 不過後來 大家看不起《先祥之正》 是五個書 他不記得《先祥之正》是五個書 不僅僅是朱智隆的考證 他以當中很多歷史背景的考證 都不像是 為什麼呢? 因為前三充分利用了黃光維的古本 就是《逐書記憶》的策證 因為《逐書記憶》的書 都是古本的金庫 我們用二十四年來沒有 的根本是比較好的 根本有很多 呃 而是假的 前三呢 我认为做了一个非常功夫的功夫 就是去考证捉书记员 将真实的价格分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不知道哪个学术界人 如何捉书记员 其实西方学术界的研究 例如David Neverson 和美国国会导书馆的刘士忠光 和Edwin Showness 他们几个人在统论过 他研究过这些研究的研究 David Neverson 你别以为他只能学习 做一些技巧的研究 David Neverson 的学生非常符合 他有研究这些研究的研究 所以前生的洞见是很疏离的 在史方面是很疏离的 所以你看到战国前后的研究 他说得非常小 包括了一个王 包括了一个王 以及另外一个王 他的研究交界究竟是当年那一年 比如说前三年代 如果当年前面那个王 被人散了 散了 通常那个人 就不会去第二次区 当年那些 因为他散了 这些年已经是我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 但是如果正常 就是要革命改完 以后改完 就是到第二次 才说了一个新的生命 等于像日本 是几时开始的王 或是第二年才开始 所以这个是前三年的国内 其中一个国内 他书分成 他为何分成 他自己说得很清楚 是无缘的 他为何要去住 前生他自己很自豪 在这些地方 他说我说了 先诚学术的门下期 和绝期 先诚学术的蕴养 先诚学术的报告 先诚学术的威胁 这四个年 你可以不赞成 你可以不赞成 但是 你不可以平落它 你不可以平坏 你不可以不正 智之不理 这些人不够 这些人不负责 前生他有个不负责 他不会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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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他这个不负责 我都不输 但我不负责 我看法 我可以不负责 但我可以不负责 这些人不负责 我认为是 应该如同一种 我认为他的负责 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 他等于二人二年 二门 二事二书 全部都讨论 即是说他是很负责 人帝 很勇敢地去研究这个问题 他不会避开 他很负责 他很负责 这个问题 他都拿来换演 第二点就是 他承计了追述的口数 比如说 他读书积迪运 读书积运 读书积运 比如说 这两个读书积运 亦都是读书积运 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你们 这个读书积运 如果你们 아무도去读 吹熟的口数 我 不可以读 容读书积运 如果你们去读 现在实力的孔子世家 是不能读 为什么不能读 现在实力的孔子世家 因为是孔子的公识 即是他好像是發佈風箭 今天這個國家 第二天就出現了一個國家 今天他也是一個國家 你聽聽 你在當時來說 他沒有這些工具 他不可能突然間去拿去 他不可能只能有一個解釋的東西 所以古代的學習已經是傳統的 他就說衰述 老公的發言 前生其實 不好意思 有人覺得他是抄追索的 前生確實過很多地方 直接去追索的論述 但是前生他自己也不理會 他也會稱讚追索的講求 所以這些是真的可以幫助他的學習 第三個就是 連是人工比較寬闊的事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法 但是他不理會中官處 這個是寶劉貴興的一個工具 但是 我現在考慮一下 第一個就是 前生將此子兩步 將諸子活動處置於歷史半年的考察 他將諸子和黃氏混為一格 這個是非常非法 這個部分 後融寫的國史大方 所以國史大方 我們 但是我不知道是怎樣 是連國史大方都說 講不到肉 即是講不到這點 你不可以將諸子和諸子 將諸子和諸子 這兩方面是不同的 為什麼不同的地方 比如說 你說這個至國四公至平均 你以為這些優士是先典諸子 下面那些優士是優士 諸子是他們讀話 思想是讀話 所以這些優士是亡取的 所以這個優士是未著眼都珠子和諸子 歸見一些優士強 發個分別 分別 不利於大日和諸子 前生過於保守的一種觀念 他始終是很推崇大日和諸子 他要去解決你 你不要去擴典 他只能在前面 這個詞哦 你會知道為什麼前生反反促歉 不斷的 那裡就擴典 他擴典這個雙脆 這個統一 擴典 不斷出矛 但你要知道為什麼前生 要更多諸子 我們當時師傅 Chuck 關閉和諸子 不復法 各asty 然後 再重新等於再郭立 各種黨派各種今年的狀況 所以前生去深深年 所以郭斯大哥會被鑽回歷史會議裡 你就不知道為甚麼他不斷地郭立 然後這書就是他所那個批評和詞 我不可以说背叛 但应该是和他种庭的诸子的思想 是已经不同了 他种庭是一种雅量的包裹不同的诸子 包括他后写《庄子传尖》的时候 《庄子传尖》的时候他在座里的特别说 在我死的座里的时候 正在有几千个知识分子在中国 当时他们已经是中华里的国家 是宣誓效忠于这个政府 他说这个是男的 他用这样的特别说 庄子传尖是一个国家 庄子传尖是一个国家的自由 怎会去效忠政府 做这些事情 所以前生的当年那个问题 他是受诸子学的 所以他有点大量包裹 但是当年他也是很受到当时 经过分裂的状况的影响 所以他特别强大一步 而冒险中他批平了所谓的有时的风气 而降低了诸子学的高度 然后呢 就是我说 他手中大过大陆 这个是古运用的要大过大陆 这个是古运用的前提 因为这个极端 这个极端 未兴公平 他有很多龙兴公平 但是前生将村子床身置入所的有时 并非变立于极端 极端和金融出口文化的导师 而是以全世史籍来存 平成而论 我说 在新思学运动 风力运动的时候 新思学运动的时候 就是最初 在新思学运动的那个研究 你将第二手的资料 第三手的资料 第四手的资料 将它搭上一层 来写的资料 这个是史学态度的文化 是很难去接受的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 好像福斯妮 福斯妮当然也是一个极端 他建立所谓的历史语言 史语缩空的 他最早始语所谓的 语言历史语缩空的 最初 在中泽大陆 应该是195年 195年的时候 所以你就是说 在当时的专业的历史家里 在当时的专业的专业 前生的专业的专业 专业的专业 专业的专业 专专业的专业 专专业的专业 这个问题也是引起争议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说 前生 再来说 那位老师大哥 老师大哥 这个 这段时间 他说了 有一年 他见到张太宜的专业 但是 他见到张太宜 他是非常开心 很自明 他尊专业 他说 他可以生日 见过一次 尊业 而且是單獨電話 在送到古第三社會 他特別講的 他當時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有新的國賜出現 支持的政治體創作方面 講給別人 所以這個來 前生他的反光 所以大家要注意 有一個機會給你問問題 你要問到一個好的問題 所以我經常都說過 如果你問到學者 那個學者問你什麼問題 你由根本問 就可以知道這個人的程度 口還是沒有 你看他想什麼問題就知道 他就想這個問題 問到張太太人 張太太人也有問題 昨天我家的滅主等等都沒有 只有書自一門體財 當人反應 這個人反應 這個很高明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因為舊史已經沒有辦法去處理 好像現在 但是他不是說 他媽的 他不是說 你把那個特定是 他不是說 當時那個字來達權 你把這個財 上來 他不是說 你把這個財 他不是說 那時候的書自己 此一方便有大意 最根本能够出席 郭斯达邦 如大家看見 先生的一份四分 我不去讀他 但在他身上 先生指出郭斯达邦的優點是這個 優點我完全同意 就是前生他非常有雅力地去吸收當時最流行的 這是最深的一些人史觀念 例如大家看見 藝術下北適當中徐庭 那部分就是所謂的經濟史 郭斯达邦 大家會注意到他特會注意經濟的轉變 經濟重生的轉變 經濟的轉變 這是當時我深思學的其中一個觀念 就是因為歷史的轉變 其實在社會中央制度提升 所以我們應該要進行經濟的交通等等 所以大家知道上一世紀的中央能幹等等 很多學生注意到交通使用 經濟使用等等 所以前生他當時吸收到很多新的史學知識 因為他自己很慈悟的過分 這個時代關系我們會說 連論到我們都很慈悟 然後這個講民族統一 大家看看這個港大一共 很多個大一共 這個大共和平共一 中國民族不計六 我們發生過的遺憾 這個其實前生是避免很多的理想 這個並不是歷史的真相 這個我很負責 我們不夠歷史 尊嚴歷史的角度 這個不可原諒 為什麼呢? 譬如說 如下遇到村屋 因雙遇到帝戊 本屬中西流 就是中國自推同一派對雙方家族黃帝 由此雙方家族黃帝 是大家的共産史記和印記 全部都從黃帝的大陣上 那時候 司馬遷履成這個書 是有一種所謂的nation state 那種所謂的國族主義的官員 所以其實雙方家族主義的優勢 就是扭曲了歷史的真實 我們從真正的歷史發生去看 不可能是一個 不可能是一個 分出幾個不同的 就去做 第二個第二個 但是 這個是 那些史記的那時候 千真萬國就是這樣寫 譬如說 史記裡面的吳世間 吳世間第一個開過 秘龍這個 吳泰伯 泰伯 泰伯是這個人 泰伯就是 周文鵝 周文鵝的主持 古弓壇 他去立笛的時候 是因為周文鵝影響了他的立笛 因為原本立笛 周文鵝影響了他的立笛 是所謂的笛長子 他立笛長子應該是 聽到最大的 但是周文鵝出生的時候 古弓壇主 他應該是 他會啟信 他在這個時候 又是一個帝王之上 所以他就畫了 王貴 是為了貴的 是這個世母 所以那個哥哥 就是為了 這個歷史的解釋 就是為了 因為他沒有辦法 所以他自己逃走 逃走了 逃走了 他都不夠 他都不夠 他就變回派花 這個是神奇的解釋 所以當時 當時司馬遷是有這種官員 所以我們做到一個 一種官員 分析了很多國家 但是你現在看 司馬遷這一套做法 是不是真的 這是全國歷史的真正 不一定 這個不應該是過創 這個應該是規定 不過前生的 他的用點在那裡 他說這個是 隨時到精神之身中的轉變 不可以這樣的歷史間 不可以這樣全面的歷史間 是最極竊的義人 不可以添加過日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前生是過於 急切地 有一種坦一的一種願望 所以這個就是 說到 大一共 平凡 平等等等 就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 四公子 爬真師 意思是 人士去練功將 不見他和他們 從此進行 反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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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上是一個治國 你怎麼會 這個優士 你將這些先進諸子 都看成優士 而覺得他們是根本來搞分別 所以我們應該大一共 不想從這些 你變成很肯定 這個 反弱時 即是 所謂的 藤書康義 這個道德 難道是藤書康義 怎麼會這樣 但是 其實我們現在 這間 國史大方 對這個 懲義的評價 是膽佔心經 大家會看到 是膽佔心經 大家會看到 這個 長日統一 有極重要四時 為中國反弱時 確立 為中國民族之權盛 民族之權盛 民族之權盛 是怎麼說的 這個 我是非常疑惑的 我看到這個說話 第三 為中國政治制度之重點 這個 王全山 是這樣的 最後王全山講 循此王 用軍縣制 來取代這個封建制 他說 這個是 天 假 其 師 難 其大功 就是 封建制 轉變的 是一個好的地獄 這個是偏的堅怨 但是 它不是借用堅怨 它是借用的 是師心 這個師心 這個師心就是 從 才師心 所以 到巡兵的國際 他說 收拆這些兵 是儲甘的 這是一種 迷兵來上之 實施 可以這樣說嗎 這個其實就是 它禁止你反抗 很簡單 它連賽谷都不理 所以他說 巡代政治後面 有一個公怨來上 這個不是公怨來上 這個都是史詩 所以 從朝 為何變成功法 你如果這樣 去肯定從朝 你沒有辦法解釋 為何從朝 會變成功法 這個是 我們作為一個 寫詩的國會 說 你擔任我 這個國會 所以 他就說 這個 巡政不失為 信律時代人口 雖然是一種 進行的政治 這個非常之危險 所以我說 這一段 就是 我只是說 其他人說 是令人粉絕 心經 所以我希望 前生 他的思想 是尊重 然後 他 因此 總緣 因為他參與了 思想 的思想 所以他受了思想 思想 激發 所以他有一個自動 批評的 反傳統 他有一種 原本的思想 還在於 雖然文大的時候 是 連寫的國會 延續過 主義的思維 這個 主張 各種不同的聲音 去分析 所以 沒有任何 沒有反對的意見 這個引致了 前生路 控制的 專屬科學精神一派 學者的 學 當時他和 學術界的 史學界的 決定 就是 因為他寫了 國師大方 大家看回這個時候 就是 西南原大 這個章節 他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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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師大方 他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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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界 關於 所有 他寫了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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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批評 他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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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 中國的制度 亦是明清的最嚴重的 所以 中國知識界 推崇西方文 甚至在全西方 因為這個 和明清的制度 的爆發 前生路 有說 中國時 上天 都在掌握制度 文明 是說回這個 宋教以前文化的 有一點 這是很難的 因為如果不是 前生路 很多人真的忘記了 因為中國 是確實在制度 裡面是優勞的 這是用銀行可貴的 這是必須要固定的 最後就是 清代 因為先進書 展示到 當時 所以 先進書的思想 以反而批評 米教和主族 沒有力於迫力反傳統的 證實 這個部分 是必須要示築的 還有 廣告和學術界 亦都在盧俗 傳統反傳統的 而各國主義在中國 運行在各國國史 但是 這種觀念 其實就是 跟各國主義 會動 為甚麼 其實 現在很多人看過 你不要忘記 那個是套養族的 你沒有辦法 跟其他的種族 去交代 大家聽到 多個小的故事 就是 沒有大陸 我不講這個大陸 我都可以問 浙江大陸 之後 是 有一次 我都在開國國 我都在講這個觀念 他說 哎呀 你知不知道 我有一次 說過那段 有多大 他說 中國的旋徑 甚麼 他說 我後來 原來 學生全部都在 西藏 所以 他說 因為他是 學生的 老師 你今天 都在講 我才知道 我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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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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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到最後 我覺得 儀古復古解放 儀古信古 傳統翻全 其實都是 並存的 這兩個部分 我說 九點復古的解放 維新解放 解放 如果設立以復古為 那些感覺 其實就是 破壞 亦不是解放 儀古信古 也都是 你看看你 儀是一個藉口 還是一個真正念 傳統形成 反傳統 其實都是傳統的 一個主要的人 你沒有反傳統 傳統 你都不太豐富 所以我說 後來的人 如果決定安全感 保殤所決 不敢批佈舊傳統 將成為歴史前進 而阻礙 所以這就是 我今天來的結論 多謝大家 謝謝 我為了心情 很激活 真的是 非常口感 因為 剛才大家見到 成功學位的精神 尊精擇實 他看到文本 他的時代 而且他口感 不緊的 只是前生者 前無故 以及整個背景 我想借用政府主持人的徹底序 别补充 前部的前軍,謝先生,亂丁反傳集的國學概論 他一開始是一個語言,就是正確的情況 國學這個詞的甜質,我們現在通常說的中國文化五千年 其實真正在說國學這兩個字,其實就是當時華國時期 而前部講得很清楚,這是時代的生辭 所以它的國學文就是很偉大一科 就是當時有西學,或者有日本人之學 所以我們真正知道什麼叫做所謂的國學文 其實是由民國時期,當時開始 以國交貨為重點,原在意大陸為重點 所以這位可以看到它是一種反傳統的地方 它是一種反傳統的方式,對方的全國學文 這一個是很有趣的,很遲言的觀點 可能今年整個教授用這麼廣闊的方式 所以剛才有很多非常精彩和豪迷 我自己的網站已經醞釀了HIMASA,應該是很興奮的 但通常一字跌坐也會再坐 因為有不少朋友,好像我一樣 都是有很多問題想問正當的感受 所以我們先開始問問這個節目 好了,我們想看看有哪個朋友有影響的問題 請問有哪個朋友,來 請問有哪個朋友,來 請問有哪個朋友,請問有哪個朋友 這樣問有哪個朋友,請問有哪個朋友 請問有哪個朋友 請問有哪個朋友 那我有兩回問題想請問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您剛前幾點是沒有傳統的傳統 我聽您講的時候,我突然想到說 在怎麼說的,就明明的一個事 因為我之前是在宇布圖,因為我不是建築系的 所以我現在大概了解過楊森辰先生的一些觀點 就是他那個時候是導的一個建築法 就是中西結合的 像在北京的今天這三里頭 就是今天那個大陸政府的傳統庫 然後他就導一個那種大屋頂 下面是很像素質的那種建築感覺 所以說,有另外一個問題要請問 您可以說,您跟傳統反方的這種觀點 在當時這個所謂的民國時期是普遍存在的嗎 還是說是普遍存在的 是,是普遍存在的 因為反方他作為一個思潮 他跟其他的很多的一些 這個故事,以故事為首 所以我們所謂的一些 新國環境用當時候的人的語彙來說 就是一種新商火運動 對不對,新商火運動 所以有些人 包括這個所謂的婦女解放 當時我們就講說 所以有些人就從小 當然這個從小我覺得是不住的 他說這個從小 那婦女解放就把婦女解放到麻將桌上去 對不對,那些婦太太都在打麻將 但我覺得包括有什麼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那不見得一定是用那種 因為婦女已經可以解放看起來了 所以,什麼 這解放他 大家就需要一些情緒 所以可見你這個課題也看得到 當時所謂的新國環境 那種比較無比思考驗 就是不學演運動 那他所針對的事 是如何不代理的歷史 但事實上他是推進的是 我的新生的地方 就是用當初的人來講 這個前一個世紀 有很多學人都說過 我們講 像劉大傑 所以他其實可能 是不是我剛想說 可能和當時西方的婦女復興 可能有些相對 他藉著有助於意義去推行 他當時想推動一些所謂的新文化行政會 我不會說這個跟文化 跟婦女復興 因為婦女復興 他會有助於婦女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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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遍見了很多的宗教的思想 教育出資的勢力過於龐大 對於思想進入他們的這些勢力 但是這個情況跟中國不大陰 中國是因為當初的人 那種傳統的思想 就是他們登經重複的思想太強大 所以他們變成用這種交往過正的方式 所以他们为什么在古词兵运动当中 他先把精学当中以六经 一经为首 所以他要先针对一经 把一经的话语词 全部都把他的体能全部打破 他有他的实在的需要 那他认为应该要先打破 对不对 你进了一个庙 你认为这个庙不对 你首先去打破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神像 你又没有分析的办法 所以他们当时候 之所以有这种无试 那个无试是包括精神 也是一个试 所以在当时候 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做法 是跟那个 他们用的打破的东西 是一切的事情优先 优先顺序 先把他把东西 那个是不是可以先让其他 好 好 今晚 你上次很欢迎大家 去看自己的谈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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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大家所做的都是相适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否损迫不容呢 今天的学者或者近百年类似的学者 有没有将这两者之间相逢 我曾经想过是否应迫才能 这两方面都是不可做的 除了不应迫之外 现今的学者是否可以走这条路 希望将这两者能够相逢 日前无情报名 多谢 好 多谢 首先第一点 我认识不认识前婚4000丹 有个被福祉整理国务 如果有整理国务 会影响的话可以说是 因为国务的冬天是更早的 应该是清湖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是黄思琦丹和张戴怡 他们认识了国水和冬天 他们那时候是中国水 那个精水的水 就是国粹 精水的水 就是国家的精王 这个国家文化的精王 我们后来 张戴怡是写的 他不用国水 他已经不用了 他才不学 所以国务的文字是张戴怡 他写了一本书叫国务论行 国务论行 国务论行 他所说的国务论行 就是钱之生的解析 钱之生的解析 张戴怡的国务是什么 就是国家者生龙东西 我们国家的旧字 旧字幕后来席位下 我走到那个南帝 去慈平地 古论行 所以当时他们的国务 是有一个批评论行 所以我不会用国务这个Turve 来说慈平地 是识区的原因 因为慈平地 这些是国务论行 这些是国务论行 但是同识之先生 口语的批评证 他讲了很多东西 他是不坚持的 所以他和慈生 有很多商业 比如说 胡诗 他写了《诗语》 他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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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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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也在共和党里面也有提到很多重音乐人士 民众重音乐大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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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你觉得万一这个大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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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担心会出炎的危机呢? 其实我不担心,我对历史我不能担心 历史其实是自己有个本质 当然他们有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我们的 我们控制不了的,有的因素是非人之所以 我之所以不是很贊成前生的一种官典去讲大一种原因 有我的背景 你不要说传犯的时候很大 你即使是唐代的第一个人 唐代已经是反向中国反而是非常旺观的时代 你读读读读读读读 它有五首诗叫尊障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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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绝天枝奥法 从天枝进来当成立决 而绝天枝奥法是被罪人进化 回律之制 深江 回律之灰 翻炎 远救 苏兵 然后 乌浪是一个同关的龙体用人进送清 你看伦中整整的丰族的暴復 在战争里是如何消增 中国是如何给予这些 所以即使唐代仍未有前三所说的理想和平当中的大一 这种情感合了我们的成果 没有了 现在我们在同时没有 你怎会找到寻爱的时候已经有了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什么 所以我读到这些地方会认为胆善心经就是这一件事 你会觉得于心不合 当时我们认识的主导的事要是有些不好的 OK 有些时候是想出这些事的事 有些时候是想出这些事 你好 请问你这个问题 不过我是哲学者所有的历史 我觉得我了解 非常有意义 但这一段时间我认识是一个比较刺激的科技 叫做conceptual engineer 他就尝试批顾民族 过足这些抗议 因为民族和国族 这些自由教育 我觉得他们在更外事或更外事 就引起了很多灾难 所以他们就尝试改造这个抗议 这些情绪对我们的认识 还会找到一个人 你可以可以叫他去看中国人 很大人实在上 他又不是违反了更多 大家就尝试这个情绪 最重要的情况 我想请问 真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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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这些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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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用来的 我们去设计者去设计者 这个是两边都可以用的解释 但是回来说我们怎么apply 去一些具体的例子上 这个是我们需要是case by case 就变成对方 所以在民族和历史的问题 是比较困难的 就是我们用哲学的方式去设计者 我觉得是比较困难 就是不可以用实际间的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有没有呢 一定是因为有人在这里才能够帮助他 这些时间其实只能不同 我想一次过来设计 例如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问一下 然后一听他要设计者 我只要三个人 我只能一次过来设计者 我想大家可以再设计者 一次过去设计者 如果有没有问题的朋友 如果有没有问题的朋友想问 可以 我想请教一下 有个小故事 他说齐文先生一直都 在台湾中的研究所 但以前不是 当然是有些认识 觉得他很值得做一些提案的 那招问就是 譬如是 胡诗教学生 台大的 他教授 一声几个人 胡诗教授 胡诗教授先生 或者他的 黄浪人就用这些方法 我不是问他为什么 所以现在在中文 或者在思考界里面 我们主动的方法是什么 或者现在有没有合适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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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 前一位先生 因为中文年最近 都有新的研究 原间网络 特别社会 胡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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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上海先生已经问过 我只是想说 刚才我问过 学校的中学生 是一直很明显和圣课的 所以我只是想说 多谢 胡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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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編名過的原本 然後有學的就用一些再早期一些的一件 可能其他人的製作 或者其他的文本 就看出有些什麼製作 然後再看看哪些人比較實際上題後 即是更高一點 就去找回剛才所說的錯誤的情況 或者剛才所說的就是回答到製作的樣子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以前人家要看什麼人家 就是看了書的人家做些事情 現在到現代可能 可能大家真的可以看書的時間 有科技的幫助 會不會在這方面又有其他技能 所以難怪呢 不是這個人家 好 所以你還有什麼問題 我怕我怕我怕 我怕我怕 來吧 再說 再說 我最後問一下 像虎王說 這一代民國的這代老人 他們在1949年就很多不一樣 像是前半年來港 然後我們這些人去了台灣 然後連個 林柯先生都在大附 還有天林和他也是 他們選都不一樣 很像其量應該就是說 民革就如是手上 他们的学术观点而说他们的心理 就刚刚是为什么是做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学 OK 谢谢 这是很棒的问题 我倒过来 因为我怕忘记了 然后这个因为呢 就是在一个大时代上 我现在讲一下 大家不要过度用政治的语念 来解释这些学者的动机 我所认识的 我自己也在人主见 我一辈子都才说 我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 我一辈子做了 我有一件事 我就幻想了 所以我非常考虑这些人的心境 其实这些人都是理想的理想 没有一个人能够遇见 我去了哪个地方 我就一边有成就 或者没有成就 或者就没做到我想做的事 我就做不到 没有可能有意见 你说某些人会算话 我在学界 我说啊谁这个话 我是做意见的 这个算话这个事情 这些部分我认识的非常多 这个民间都被认识的 这两个没有 没有没有认识的 没有认识的 那个坏的 没有认识的 所以但是我基本的理想 他就按照他所了解的 对他所认识的 他做了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也许他后来后果 他就后果 他就后果 有些人会后果 所以不做不能够 所以这个部分是没有什么 对错都是后界有句 是先后界有句 尽量去补卷 去补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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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做不到的 或者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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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学习工具 你不要说 我一生日已经 经历了很多的时刻 我写石召语 都还没有 那时候我们 用手写的 用手写的 老师说 不得 你从身上去补却 他们从身上去补却 他们从身上去补却 然后接下来 你为什么要补却 你为什么要补却 但是 这种先生 也会告诉你 你要免制他 他就不教你 他就说 你怎么要补却 你这有工具 他就会补却 说三个钟后 然后 你自己再补却 他自己补却 所以 对下来 我们是经历经历 但是 现在的 现在的 我们要投诉 去教育 说明 这个律师 简直看到 我们是这样 我们是这样 但是 你不可能要求 有一个人 是属于我们的 可能 是 non-refficient 根本是 不知我的事 但是 你不知我 那时候 可能是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技术 继续做 因为我们不需要 计划很多东西才可以成 但是 所以不同的 前代方言 我们开业 例如同现在的 包括 research 你已经在 各方面 但是 很多 你做研究的时候 那种 insight 我现在说 insight 你搜尋 你如何搜尋 你如何搜尋 都这样 你要真正看得到 那样东西 你才知道 那种事的真实 或者知道 比较的真实 所以 不同的东西 都有 优势和务势 所以 这是一个 回答 龙长的问题 因为 背后的故事 其实 我都不是很方便 在这里 但是 我知道 其实 我知道 我多个 怎么说 就是当时 就是当时 我没有 跟我说话 都没有 有些 会答 专重 有些 我 我深知 我也不够 我知道 包括 前生 前生 我也不知道 我是 但是 这边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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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时 有一种 有一种 泰国教授 说过 这个 张耀峰 他是 中国法大陆教授 张耀峰文 这边说 他说 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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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的东方杂志 看 他去西方 张耀峰 就问他 你竟然不读 他这个字 你不知 他在东方杂志 你觉得 你觉得 他不知 不懂 不过 当时 他们来说 他就是 我这样看的史华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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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学方法上 在史学方法上 全圣用的那种 非常传统的方式 将 透过 那些 清淡的那些 口证 他们也看到那些 口证 和第一手 就是要反抵一筹 对系 和 附思念 他们就当时 可以深圳 我刚才有个问题 你问的是 《生史学诗词》 《生史学诗词》 《生史学诗词》是什么时候 大概在1909年 我会讲 1908年 1909年 梁荣峰在《新闻床报》 写了一篇文章 那题目就是叫做《生史学》 你现在去查 《兵室》文章 你不懂这篇文章 就叫《生史学》 可以看看那篇文章 你看看梁启超 这些维言都可以 也就是所谓的《史学诗词》 《史学诗词》应该是进化的 其实那些全部都是进化文章 而不是科学语 就是这两个语族 带出了《史学诗词》的方法 所以这种《史学诗词》的方法 其实影响了整个台湾学院的《史学诗词》 台湾学院因为它是经过文革 所以整个《史学诗词》 是不容易经济 但是如果你想讲《史学诗词》 你们可以去看看 台湾学院有新《史学诗词》 最后名叫《史学诗词》 《史学诗词》的《史学诗词》 他全都不是读词 但这是一个读词 但你说陈生后台湾学院 比如黄晋兴 黄晋兴 黄晋兴就是将军兴赛尤词院长 黄晋兴也军兴赛尤词院 他自己也都是孔子王 孔子王 他都是對這個思學方法 他是很事業的思學方法 他都是孔子王 因為他在原本分辨 所以他們那種分辨是和前生人物非常之幸 所以他們現在是那個 但因為王晉興的分辨都是孔子先生的名字 所以他们不会很像没有这样的评价 前三个事恶家 因为社会不是事恶家 因为我们是中文人 所以我们比较有自由 我从中文是一个历史方法的问题 所以确实用了一些 但是很久 因为当时很多声音仍然会莫得中文人 没理由他们的诸作和成就已经大了很多 由于大到已经理会的解释 但是学术本来就是这样的 你看中文人数十年后都没有文学和哲学 是吗 文学和哲学后来有一个叫中国文哲研究所 是何时程度 大家知道吗 1988年 我等一下知道 1988年 因为成立当时 第一个囚备处的主要是陈文一 你们说不知道 陈文一教授在中文一教授 陈文一教授 他做囚备处的主要当时 囚备处都还未有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这件事 因为陈文一教授很高兴 他在那几个囚处之前 他还不处处出入 他怎样作备我都知道 所以说 进入中文人的本是一件很得全的事 所以这一行当时 当时 当年那就是一个八八年 已经是三个人 已经是总的 但是他会成为整个社会 所以他不认为 所以他不认为 所以有很多这些 有价值的主要 这些在中文一教授 也有很多的课心 很感谢今天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